老板帮助女员工赶走闹事的前夫却突然并发身亡 老汉与小伙发生争执 他把小伙痛鸽一顿后出入意外 两场争吵竟都闹出人命 可为何吵架的另一方承担的责任却截然不同 吵架气死人 即将的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俗话说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避免不了矛盾和摩擦 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摩擦是至关重要 想必大家也都有体会 有时候控制情绪十分困难 这火气一上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先不管不顾的和对方吵上一架再说 但是吵架只能加深矛盾 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案例 竟然因为吵架 吃了官司 甚至丢了性命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国南方的某个小城里 有一家本地人开的大排档 老板冯伟亲自掌勺 他的厨艺不错 大排档的价格呢 又很公道 慢慢的 大排档的口碑做出去了 来用餐的人越来越多 眼看店里的人手不够用了 冯伟又新聘了一个 叫做业力的员工当收银员 这个业力今年三十岁 刚和丈夫离婚不久 独自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 不但把收银员的本职工作做得不错 还经常帮助店里的其他员工打打杂 店里的人都很喜欢勤快本分的业力 而他也逐渐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正是这个老实芭蕉的业力 几次三番地给餐厅招来了麻烦 不但影响了生意 甚至还让老板赔上了性命 这一天晚上七点左右 正是大排档生意最火爆的时候 后处里忙活的冯伟 突然听到一阵吵闹声 只听有个员工大喊 有人吃霸王餐赶紧逮住他 别让他跑了 冯伟赶紧从后厨出来 发现啊 大排档的门口 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人 满身酒气的吼道 我就吃霸王餐 怎么了 你们问问叶丽 他敢不敢跟我要饭钱 大排档里 有刚坐下准备点菜的顾客 被这声音吓道 一看啊 是这么一个凶神恶煞的人 饭也不吃了 纷纷快步走人 大排档的老板冯伟 健壮冲上前去 想拽住这个男人理论 可是 叶丽却挡住了冯伟说道 他的钱 我来付 叶丽走到中年男人的身边 低声下气地说道 你到底想怎样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 我求你了 别在这里闹了 中年男人冷笑了一声 搂着叶丽说道 刚刚那顿饭钱 就从你工资里扣吧 你再给我一千块 老子 烟都抽完了 叶丽不敢反驳 赶紧掏了钱 塞给了中年男人 这个中年男人拿了钱之后 哼着小曲 离开了大排档 留下叶丽 一个劲儿的抹眼泪 大排档的老板 冯伟和店里的员工 食客们 是面面相觑 眼里充满了疑惑 这个中年男人是谁 与叶丽是什么关系呢 这叶丽不是有什么把柄 在这个中年男人手里吧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 这个中年男人 每天都来餐厅喝酒 喝多了 就在店里撒酒疯 不但影响了业丽的工作 还是餐厅的客人 渐渐少了起来 老板冯伟实在看不过去了 再次询问业丽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此时精神已经濒临崩溃的业丽 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啊 几次来店里骚扰的中年男人 是叶丽的前夫 名叫刘大山 刘大山的脾气不好 在和叶丽结婚期间 对着叶丽时常大吼大叫 也就算了 有时候喝多了酒 甚至动手打人 叶丽看着孩子还小 起初呢 总想着忍忍 但是后来 刘大山动手的次数多了 叶丽忍无可忍 终于提出了离婚 刘大山呢 不愿意放他走 始终不同意离 这离婚之路 是又曲折又漫长 后来啊 叶丽还是在朋友的帮助下 收集了自己被家暴的证据 向法院起诉 最后终于成功地离了婚 也拿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离了婚后 叶丽听人说 前夫刘大山原来的工作也不干了 整日不务正业 抽烟喝酒赌博 这个刘大山也不甘心 叶丽就这么离开 三番五次地找到叶丽的住处 耍一些无赖手段 找他的麻烦 不是要钱 就是恶声恶气地骂上几句 老板冯伟看着叶丽一边哭 一边诉说着自己的不幸 这心中不免对叶丽多了几分怜悯 冯伟欣说 若刘大山下次再来闹事 自己啊得想个办法 不能让叶丽一直被这种事折磨呀 再说了 这刘大山每天来店里闹事 也确实影响大排档的生意 就在几天后的一个下午 没有客人在这个点来用餐 老板冯伟坐在吧台里算账 叶丽和其他人啊 都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 忽然 哐的一声 门被大力推开了 众人一看 又是刘大山 刘大山这次啊 变本加厉 不仅向叶丽要钱 还要叶丽把孩子还给他 这一提到孩子 叶丽是再也忍不了了 大声的呵斥着刘大山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休想把孩子带走 刘大山见他态度突然的强硬 这火呢也就蹭就上来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边骂 一边上手 拉扯着叶丽的头发 就往店外拽 店里有两个年轻气壮的小伙子 看到叶丽被欺负了 直接上去把刘大山给推开了 并把叶丽护在了他们身后 其中一个小伙子 冲着刘大山说道 你们俩已经离婚了 每次欺负这么一个女人 你算什么男人 刘大山一看 竟然有男人帮叶丽出头 更加生气 嘴里不干不净 一边骂叶丽不减点 一边撸起袖子 看样子是打算动手了 老板冯伟在一旁看着 早就想出来阻拦了 可是刚刚起身 他就感到一阵心计 他才想 别是自己高血压犯了 他眼看着刘大山和两个小伙子 推推嗓嗓的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他再也坐不住了 冲上去跟着吵了起来 可是这刘大山正在气头上 拉也拉不住 刘大山看着冯伟被气得浑身颤抖的样子 他是毫不在意 就这样 包括冯伟在内的几个人的争执 是越来越凶 互相骂人的话 那也是越来越难听 这冯伟听着骂声 看着眼前的混乱场面 他支撑不住了 身体越来越难受 一下子 瘫坐在椅子上 是大口地喘着气 手脚颤抖 汗如雨下 渐渐地 他声音也听不见了 冯伟只觉得眼前一黑 捂着心口倒在了地上 店员们顾不上跟刘大山纠缠 赶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看着老板被送上急救车 叶力既害怕又自责 转身再想找刘大山算账 才发现他早就趁乱溜走了 叶力本想着 等老板冯伟出院了 再跟他赔礼道歉 却不料等来的 竟是一个噩耗 经过医生的抢救 又在ICU病房住了好几天 可遗憾的是 冯伟还是没有挺过去 因急性心机梗死 去世了 冯伟的妻子和父母 忍着巨大的悲痛 被他办完了葬礼 了解清了事情的原委后 他们没有责怪叶力 知道他也是个苦命的受害者 但是 刘大山不一样 就是因为刘大山多次前来闹事 甚至在店里大打出手 这才引起了冯伟发病 因此 冯伟的家属一致认为是 刘大山气死了冯伟 刘大山就是个杀人犯 冯伟的家属找到律师 希望追究刘大山的刑事责任 可是 律师却解释说 如果刘大山明知冯伟患有疾病 身体极度不舒服 依然和他进行争吵 甚至是恶意挑衅激怒冯伟 故意追求或者放任冯伟的疾病发作 导致其死亡的话 那他的行为 就可能会涉嫌故意杀人罪 如果刘大山因疏忽大意 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到 而轻信能够避免死亡结果的 所以有可能涉嫌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 但是 死者冯伟正值壮严 这外表一看 也和常人无异 很明显 刘大山并不知道 也无法知道 冯伟有疾病 刘大山的本意 也不希望看到冯伟 因为参与吵架而死亡 所以啊 他的闹事行为 无法被认定为 故意杀人 或者过失之人死亡 很难追究 刘大山的刑事责任 律师讲完 冯伟的家属也明白了 刘大山他不是杀人犯 律师还解释说 虽然刘大山不涉及刑事责任 但是 可以要求他承担 民事责任 刘大山得知自己被起诉 是非常的不理解 他想 自己又不知道 那个店老板有心脏病 自己不过就是骂了几句 他就死了 自己啊 不是故意的 如果因此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那也太冤枉了吧 那么 刘大山的辩解 有道理吗 这里就要讲到 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 侵权方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65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包括侵权行为 损害后果 因果关系 所侵权方过错 侵权方的过错是指 行为人对于损害后果 持有期望 放任的故意心态 或者对于应该预见 而没有预见的损害后果 具有疏忽大意 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 刘大山对冯伟的死亡结果 是否存在过错 经法医查验 冯伟尸体没有伤 不存在刘大山暴力致使 冯伟诱发急性心肌梗死的情况 也无证据证明 刘大山明知冯伟有高血压疾病 心脏病等疾病而故意刺激 刘大山并不具有侵害冯伟生命的故意 但是刘大山主动多次到业力上班的餐厅 纠缠闹事 甚至大打出手 影响冯伟的生产经营 在看到冯伟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下 仍然在店内吵闹 此种行为显然过激 刘大山的过激行为可能会诱发 被骂者发生疾病 其未尽到一般人审慎注意义务 放任结果的发生 此种情况下可以认定 刘大山对损害结果存在过失心态 那么刘大山是否应承担冯伟死亡的全部责任呢 也并非如此 死者冯伟在明知或应知自己患有高血压 应避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 仍然和冯伟吵架 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 应对自己的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 最终法院经过公开审理之后 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 结合被告刘大山过错程度 依法判决 被告刘大山对冯伟的死亡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冯伟的家人拿到判决书之后 觉得也算是告慰了冯伟的在天之灵 并没有上诉 他们只是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见到刘大山这个人了 而刘大山心里其实也挺后悔的 毕竟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自己面前没有了 他也知道自己的脾气不好 以后要有所收敛 本案讲述的是餐厅老板因吵架诱发自身疾病而去世 他的家人通过民事诉讼得到了对方的赔偿 但是接下来案例中的主人公也是因为吵架出了事 却没有拿到任何的赔偿款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案 大年三十老汉在火车站接老伴时与人起争执 老汉夫妻与他人大吵一架后 老汉竟突然倒地 老汉妻子将吵架的小青年告上法庭 最终小青年却为何不用赔偿 吵架气死人正在目处 马老汉今年55岁了 出生于农村 很小呢 他就到城里打工了 在工地上干了半辈子的力气活 身体落下了许多毛病 看起来呢 比同龄人也苍老了不少 而且啊 这个马老汉生性那是脾气火爆 生性拳头就是硬道理 一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 动不动就大吵大闹 要不就轮拳头解决 工友们啊都不太喜欢他 马老汉的老婆李慧芬比他小两岁 在城里给人家做保姆 说是啊 年三十的那天上午才能放假回家 到了大年三十这天 老两口说好了 李慧芬呢 坐火车到县城车站 马老汉骑着自己的旧摩托车 去接他回家 县城不大 火车站自然也不大 但是啊 春运期间巨大的人流量 还是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 马老汉费力找到了出站口后 便把自己的旧摩托车骑了过去 马老汉发现 出站口的两边停着不少摩托车 三三两两的年轻人跨坐在摩托车上 聊天的聊天 玩手机的玩手机 马老汉一看 这位置好呀 下车的人一出来就能看到他 那干脆啊 自己也停过去 一会儿老婆李慧芬找起来也方便 于是 马老汉把自己的摩托车 停到了右边那一排的第一个 离出站口最近 闲着无聊 马老汉不禁打量起了后面的摩托车车主 也就是原本排在第一个的车主 这人呢 是个小年轻 大冬天的只穿一件皮甲克耍裤 看上去啊 还有点流里流气的 而这个小年轻 原本正在打电话呢 一抬头 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老汉 把车停在了自己面前 这顿时啊 就不开心了 原来这里停着的两排摩托车 俗称摩托 是专门拉客人赚路费的 马老汉不明所以 直接插队停在了第一位 引起后面人的不满 排在前面的年轻人 直接就翻脸了 这个流里流气的小年轻 名叫阿伟 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只靠着开摩托挣钱 今天呢 他排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排到了最前面 这眼看着一个老汉过来 排在了自己前面 这不明摆着抢生意吗 阿伟心里当然不爽 于是啊 他冲着马老汉喊了起来 喂 你这老头 没看到大家都在这排队呢吗 赶紧到后面去 这马老汉听到这儿 心里是又怒又惊 这哪来的黄毛小子 敢冲自己这样叫 马老汉不甘示弱 回呛道 臭小子 你家里人没教过你 怎么和老人家说话吗 这阿伟见眼前的老人不守规矩 而且这口气还不小 招呼起周围的同事啊 他就大声说道 嘿 大伙都来瞧瞧 这老汉不守咱这市场的规矩 私自插队 马老汉年轻时 就是个出了名的火药桶 看着眼前一圈年轻人 围着自己指指点点 这火气啊 一下子上来了 冲动之余 也就无暇细想 他们说的市场规矩是什么 只觉得这群年轻人啊 是在故意找茬 平白无故地欺负自己 这个老年人 马老汉发挥了他一贯的吵架战斗力 把对面的年轻人啊 骂了个底朝天 阿伟本意 也只是想让他不要插队 如今看到 这个老汉不好惹 一时啊 倒不知该如何收场了 就在这时 人群外传来一声惊呼 老马 这咋回事 随即 一个妇女快步走近 加入了战局 这个女人 就是马老汉的妻子 李慧芬 原来 就在马老汉和阿伟 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李慧芬的车到站了 他一出站 就看到了这里围着一群人 这中间呢 赫然站着的 就是自己的老伴 他正在和一群年轻人 激烈的争吵着 害怕自己丈夫吃亏 李慧芬一来 也不问原有 直接帮着马老汉 骂阿伟 夫妻俩联合 越骂越上头 用词粗俗难听 尽管对面是一群大小伙子 看着夫妻俩的战斗力啊 他们也有些怕了 众人纷纷劝 阿伟算了 算了 阿伟此时呢 也心生退役 在众人的劝说声中 找了个台阶 准备撤了 马老汉看他始终坐在车上 不敢下来 心里十分得意 呼呼喘着粗气 觉得呀 自己的威力 不减当年 于是 带着李慧芬 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 走到自己的摩托车旁 准备骑车回家 这时候啊 众人也弄懂了 原来呀 这老汉 是来接自己老婆的 并不是所谓 抢生意的 这阿伟也觉得 真是一场 大误会 就在大家以为 这场争吵 就这么结束了的时候 猛的 传来了一声闷响 众人回头一看 竟是 马老汉 连人带车的 翻倒在地 这李慧芬 在旁集的 不知所措 而马老汉 则躺在地上 捂着心脏 浑身一阵抽搐后 一动不动 有好心路人健壮 赶紧开了自己的车 把马老汉 送到最近的医院抢救 李慧芬在车上 心急如焚 想着 别是刚刚那场争吵 把老汉气坏了 到医院 经过了大半天的抢救 却还是没有抢救过来 马老汉 就这么走了 医生给出的死因是 由于情绪激动 导致了心脏骤停 好好的新年团聚 就这样变成了永别 李慧芬受不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也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 他回忆起当天的一幕一幕 怎么想都觉得 那个年轻人阿伟 应该为老马的死负责 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老伴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走了 李慧芬随即向法院递上了一纸诉状 被告就是那阿伟 他认为是阿伟害死了老马 应当让阿伟赔偿老马死亡的损失 阿伟拿到了船票 觉得委屈极了 他也很意外 那个老汉突然就这么死了 但是啊 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久后 法院对本案依法进行了开庭审理 那么 马老汉的死和阿伟真的有关系吗 阿伟要对马老汉的死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里就要讲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关键词 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 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 侵权行为与其他因素 比如说 受害人自己的行为 第三人的行为 相结合为原因 对被侵权人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是结果 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的构成基础 行为和结果之间是何种因果关系 决定着行为人是否担责 责任范围以及程度 在现实生活中 损害结果的发生 可能是由于多个原因共同造成的 比如说 我们今天所讲的两个案例都是如此 针对这种多因异果的情形 在司法实践中 往往需要分析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远近 当事人的可预见性 以及作用力大小等等 综合确定行为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 法案中 马老汉把摩托车停在阿伟前面 阿伟误认为马老汉插队 抢客人要和他进行理论 这阿伟的沟通虽然是有些不礼貌的 但是尚未超出一般公众日常交流的范围 双方争吵的时间原本是非常短暂的 这期间阿伟并没有和马老汉发生肢体接触 说明他并没有伤害马老汉的故意 争吵过程中 二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之后 马老汉本来是可以骑车带着妻子离开的 但是马老汉却选择了继续和阿伟争论 阿伟和马老汉吵架的行为 不足以导致正常人的死亡 马老汉的死亡原因是因为心脏骤停 是他的自己原因所导致的 阿伟对马老汉的死亡不存在过错 依法不应当承担侵权的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驳驳回了原告李慧芬的诉讼请求 在本案中 马老汉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最终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 这又是何苦 因争吵引发疾病甚至于死亡的案例 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心平气和的沟通是解决矛盾的最重要的方法 而不是去争一时的口舌之快 产生矛盾时尽可能冷静处理 多听对方的意见 尝试着去理解对方 同时 以平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 才能让对方也理解你 才有可能避免矛盾的激化 才能化干戈为玉帛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妻子不忠 竟散布妻子聊天记录 另一男人怀疑妻子外出打工时与他人油染 竟险些要了妻子的命 两个男人都是因为不信任做出伤害妻子的事 他们的婚姻还能否继续 丈夫的猜忌 下期播出